古代武士穿越到现代 凭借出色天赋成为大厨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貂柴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美食电影 月代头布丁 33岁的汤子 是一名周日奔波忙碌的职场女性 一位向往工作 不愿当决之太太 两年前他丈夫离婚 独自抚养这六岁的儿子 小友 一边上班 一边照顾孩子 不是件容易的事 母子俩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今天早上 他们火急火燎地出门 小友却突然停在路边 一个武士装扮的人 正在超市门口 宽子想着 应该是超市在做什么活动 拉着小友继续奔跑在路上 繁忙的一天 开始了 开会的时候 客户提出了奇怪的要求 领导点头答应 让宽子和设计师交手 设计师一听便 指责宽子不懂变通 很快到了下班时间 因为要到幼儿园接儿子 宽子总是早早地下班 领导冷嘲热讽着 上班迟到下班准时 对于这一切 宽子都默默忍受 带着小友回到了家 喜欢完中米藏的小友 又躲了起来 看着一栋的木箱 宽子走了过去 却发现一个奇怪的人 躲在车棚后面 是早上的武士 武士询问 这是哪儿 你是谁 宽子还以为他是迷路了 让他去派出所报案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小友跑了过来 帮武士吓了一跳 拔出了妖心的武士刀 让母子两给自己带路 害怕他会伤害自己 宽子只好带着他回家 武士从八楼看去 才发现自己穿越了 进屋后 武士做着自我介绍 他来自江户时代 身份是职餐 说着说着 肚子发出了咕噜声 他留下钱币 想换取食物 宽子家里最多的 就是速冻食品 他给武士做了一盘饺子 希望他吃完就离开 武士所谓 吃过如此奇怪 却又美味的食物 不禁发出了感叹 可就在进食的时候 小友却哭了起来 一位宽子说好 要陪他玩神奇宝贝的 武士健壮主动陪他玩 玩手过后 小友从冰箱里 拿出自己最爱吃的布丁 武士吃了一口 感叹着这入口极化的美味 宽子也在网上搜索到了 知道了武士 是从180年前穿越过来的 不知所措的他 只能建议他离开 去寻求派出所的帮助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宽子再次和设计师交涉 可他女愿玩游戏 都不愿理会自己 顺着还吐槽宽子 每天下班那么早 宽子气不过 大声反驳了他 一来到领导面前说 自己虽然很早下班 但每次都会将工作完成好 他们这才停止了 对他的议论 就在这时 幼儿园打了电话 说小友差点出车祸了 宽子急忙赶去 发现武士也在 是他及时出现 将小友救下 他又饿了 宽子只好把他带回家 还让他起诉了一番 昨晚和宽子告别后 武士想找回家的路 但路上的一切都很陌生 他也不敢开口询问 想来想去 还是回来了 刚好就把小友救下 看他可怜兮兮的模样 宽子决定 让他暂时留下 等休息日 再带他去找回家的路 按照武士提供的地址 他们周末的时候 找了过去 可那儿已经变成了 高级公寓 他们只好又回到 一开始见面的超市 武士说 都是自己站在 佛像前许愿 突然 脚下涌来泉水 他便沉了下去 再一周眼 就站在超市门前 他试着再次膜拜 但好像没有什么用 看来他的回家路还遥遥无期 在超市门口 他们遇见了小友的同学 如是一起结伴 去吃儿童套餐 吃饭的时候 小友和同学 站在椅子上胡闹 宽子极力制止 却毫无效果 调皮的小友 还打到了隔壁座的客人 武士看不下去 大声喊了一声 让小友向宽子道歉 向弄大的客人道歉 小友哭着照做了 武士告诉他 男儿有泪不轻弹 做错事当然会挨骂 你现在乖乖地回到位置 把食物吃完 小友听了他的教训 和同学回到座位上 不吵不闹地 将东西都吃完了 通过这件事 宽子对武士的严肃精神 多了几分敬佩和感谢 回家路上 小友睡着了 武士恳求宽子 能收容自己 他可以每天做家务 以此来报答他的恩情 宽子答应了 第二天 武士开始了学习 学习怎么买菜 怎么洗衣 怎么做饭 秉承着武士精神的他 不仅仅是要做的 而且要做得好 买菜的时候 会多买些特价品 但是要注意包装上面的日期 将食物放进冰箱时 要摆成门子型 这样才能一目了然 洗衣的时候 如果遇到污迹 就用水泡一个晚上 容易脱丝的衣服 要放进洗衣袋里 每天早上 武士准备好 饭饰的早饭后 把宽子叫醒 有了武士的帮忙 宽子可以专心工作了 他陪着设计师加班 得到了他和领导的认可 小友也有了陪伴 生病的时候 武士轻轻地照顾他 并亲手做了 多家鸡蛋的布丁 给他补充营养 宽子得到了晋升 工作更忙了 小友每天和武士相伴 跟着他学习做甜品 给他打下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武士能做出很多精美的甜品 在圣诞聚会时 每个蓝的妈妈和孩子 都对此散布绝口 除了做糕点外 小友还跟着武士学习建筑 慢慢地 他从一个调皮任性的孩子 成了小蓝子汉 宽子和武士的感情 也在升温 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着 之前三在聚会的妈妈 很欣赏武士的厨艺 于是帮他报名了 爸爸手工蛋糕大赛 武士一开始 并不想在人前表演 但小友和宽子 都鼓励他 去证明自己 他成功通过了出赛选拔 决赛规定 要让孩子当出手 虽然小友不是武士的 亲生孩子 但这段时间的照顾 已经让两人 培养了足够的感情与磨叽 他们接下了这份挑战 决赛的主题是城堡蛋糕 因为制作的工程很大 制作时间长达十小时 对蛋糕师的精力 是一大考验 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 他们默契地配合着 完成着蛋糕上的配件 可很快 小友撑不住了 他一直在打瞌睡 在最后收尾的时候 将巧克力降临在了 整个蛋糕上 亲信过来的小友大功不值 武士见证安慰着 没事的 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座城堡 他们做的是江户城 小友举着白巧克力 武士拿起刀 巧克力碎撒满整个蛋糕 挑选的江户城 获得了优胜 他们成功了 负责评判的高点 是看中了武士的导致 邀请他到自己的甜品店工作 可这样一来 武士留在家里的时间 少了很多 宽子和小友这一切意识到 有武士的陪伴有多重要 宽子决定和武士好好谈谈 多换点时间留在家里 可对于武士来说 拿起了刀 就代表不能做家务了 他询问宽子 是否能辞去工作 宽子愤怒极了 自己就是不想当全职太太 才和丈夫离得婚 他将武士赶了出去 可小友舍不得他 他还让他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这天 小友拖着发烧的身体 溜出了幼儿园 接到老师电话的宽子心血无焚 开始到处寻找 他联系了武士 两个甜品店找的一圈都没有找着 看着离开的货车 武士追了上去 用身去拦下了车 爱玩捉迷藏的小友 在里面睡着了 武士将他抱了出来 再次相聚 三人都落下泪水 他们一起回家 武士说 自己在江湖时代 只是个挂名之位 每天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混吃等死就好 那天他在佛像面前许愿 就是希望能有工作的机会 没想到愿望实现了 他来到这里找到了工作 也找到了对自己来说 最重要的人 他决定回家 继续和小友宽子一起生活 兴奋的小友小吃他做的布丁 跑进超市买了鸡蛋和牛奶 可就在这时 武士的脚下出现了水潭 他再次不可控制地陷了进去 他答应着 有朝一日会再见的 此后消失在了这个世界 就像是从未来过一样 毕业典礼上 孩子们都说着自己的梦想 有医生 有老师 轮到小友时 他骄傲地说着 我要当武士 台下的大人都在想 我有宽子 在为他鼓掌 因为只有他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士 典礼结束后 他们不知不觉走到那栋公寓 因为想看看武士住过的地方 他们走了过去 在这里发现了一家甜品店 他们走进去看到墙上的招牌 十分惊讶 因为这家的创始人 就是武士 他没有实验 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相见了 吃着这传承百年的布丁 母子俩都心满意足地笑了 除了品尝到熟悉的美味 他们也体会到里面 所蕴含的武士之道 有负责 有守信 有自尊 还有勇气 相友和宽子 将秉持着这份武士精神 继续认真地对待生活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 这件事物了 你看到快乐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